是 我跟你講 整件事情燒到現在 其實大家也是真的是跌破眼鏡 怎麼會本來一個很小的事情 甚至透過所謂的民事訴訟的方式 十拿九穩的 結果現在真的是火燒 整個船都已經快要沉了 然後第二個是 你剛剛有沒有看到謝國良 把那個杯子 驗尿杯 這是不是要藐視議會罪 藐視議會罪 如果按照 按照這個模式 所以我們的拭目以待 看到底立法院要怎麼修 讓我們大家以後就會有 不斷不斷有很多藐視罪出來 那講到這個謝國良之意 其實我們上個禮拜 有比較詳細去講到這個東岸廣場 最重要一件事情 其實就一句話 什麼句話呢 就是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就明明出來的所有合約 看起來都是微風比較差 那為什麼你硬要把微風 這個一個月 一年在只有幾千萬的變成是 讓他得標 反而是五千五百萬 肯定入袋的這個net 是沒有辦法繼續延續合約 所以這是大家最大的爭議 那除了這個爭議之外 我跟你講 現在大家已經開始全面檢驗 謝國良 全面檢驗 當然第一個 大家浮到南海裡面的 就是他的當時選舉的時候 Gogoro的這一個 所謂的一個政見 當時他就說 只要選上之後 一定會有Gogoro 每人一台什麼的 講一大堆 結果後來發現 這個預算實在太多 要編了好幾十億元 不好意思 我們那個基隆 沒有這麼多錢 所以我們提出一個叫做等同 但是一個四萬的電動車 跟Gogoro有等同嗎 大家先問一下 Gogoro至少八萬到十萬吧 所以現在這個光是從十萬 你在腰斬 再變成是四萬多數 大家已經覺得不可思議 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他還有很多的條件 他從去年的 大概六七月開始提出 哪幾個條件 我幫大家整理 第一個 他說你必須是七十八年次 到九十二年次的年輕人 因為我們認為年輕人使用這個 可以讓年輕人解決一些交通的問題 第二個 你還本身已經要有中股車了 你有中股車 那我是獎勵你 太舊換新 然後從你原本的郵電車 換成這個電動車 所以我是因為這樣子 有一些誘因補助你 第三件事情 我的有一個月支配 這個車幫你繳 不是免費送給你的 你還是要繳 第四個就是說 你其實你要做公益 要做一年 不知道做多少公益來回饋 你要符合這四大點 而且要綁月四五年 你要符合這四大點 你才有辦法 結果你知道嗎 從去年到現在 只有一百人申請 你知道 你知道他竟然要送出四萬兩 可是沒有人申請 現在如果說你真的送 照理說到這樣 應該早就一個月出來 馬上都排滿了十萬人 二十萬人 當然忙要申請 沒有 竟然到現在 只有一百人申請 受惠的人很少 對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說你這個門檻太高 結果他說這樣子 那我們要考慮來放鬆 你知道考慮放鬆到什麼地步嗎 剛剛不是說七十八年次嗎 他一口氣要降到七十年次 所以想說本來是獎勵七年 現在連四十歲都算七年 那不管怎麼樣 現在顯見就是 他這個政策 根本至愛男性 對人民來講 是沒有相關一個利益的 所以現在就發現說 你這個應該看起來是會跳票 再來講到一個 剛剛不是說鸡犬升天嗎 這個案子我真的聽到 我真的是也下巴以著 所以不只東岸廣場 不只東岸廣場 而且你要看清楚 你現在看到的這個立揚 這個白包 應該是說從去年的九月 十二月跟今年一月 基隆總共有四個 用的一個停車場 進行所謂的包 就是外包出去的一個合約 就這四個 竟然全部都是立揚得標 所以代表他很厲害囉 好 那我們都知道 標案通常有兩種 一種就是追跡標嘛 第二種就是 可能就是大家有開始說評比 其他方面的評比結果 優勢 所以弄這種所謂的 你可以講說是共識標 或怎麼樣的一個標情況 可是你要知道 這兩個 起碼我們現在弄出來這兩個 全部都是 他是出價最低的 但他卻得標 他出價低到你要看到 尤其是信譽區公所停車場 這個原本是這個車停 車停一年的金額是 九百一十二萬要交給市政府 他竟然這個車停好好的 九百一十二萬 你不要讓他交給市政府 你現在竟然給立揚得標 然後而且一年變成五百三十萬 九百一十二萬變成五百三十萬 那你快要腰斬了 那到底為什麼你攻擊了所以然來嗎 好像到目前為止 備受大家質疑 也沒有說出一個所以然 而且我跟你講 乃瑜 他這個標案都是二十年起跳了 你一年少收那麼多錢 你要二十年少收多少錢 縣市長喜歡長期穩定的關係 對 就是割股撩青 不知道這個立揚是不是你的青 所以我們現在不理解 你現在是割金融市政府的肉 然後要來養這個立揚 那目的何在 是因為立揚有什麼特別厲害 大家不知道講出一個所以然嘛 那你除了這趨公所之外 你信二停車場 一樣人家現在有人三百二十五萬 國瑜有那個三百萬 沒有一百一百 今天必要選一個最低的兩百七十五萬 兩百七十八萬 而且除了這兩個之外 另外兩個也全部都漲 他密集的在去年的九月十二月 然後還有今年一月 這四個竟然都是立揚得標 所以就會人家質疑說 是不是真的有一些不可告人之處 不然怎麼這麼奇怪 剛好都是一個這樣的情況 那大家就會想到說 立揚這個部分得標 剛剛不是提到嗎 通常不是最低標 如果不是最低標 那可能一些品得標 可是人家就是那個品質標 就現在人家就會認為 一個情況出來 什麼一個情況呢 給核准這些標案的 好像都是同一批人 所以人家就開始檢驗 這些評審委員 就發現他外部評審委員裡面 五個有四個都是海洋大學的 而且四個海洋大學的 好像都是跟什麼河啊海啊 相關專業有相關 跟我們這個停車場跟我們這一個就是比較是交通這個部分的 其實沒有太多的一個關聯性 所以就讓人家覺得這整件事情感覺有貓膩有蹊跷 然後呢再來你看這就是小愛爸爸免費提供就業青年 Gogoro這個東西 五年這個到現在人家想說 那你你你現在這個政策你還Gogoro 你還敢講嗎 沒有現在變成同等電動機車 所以謝國良現在所有的問題是出在 所有的討論都集中在他身上沒有錯 他的聲量確實取代了柯文哲 但是他負面聲量飆高 飆高到現在大家不斷的檢視之下 發現一人得到積權勝天 現在好像真的是金融市政府上演的一個劇情